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這是突發消息 早上我看到小啤出那個 或者香港有機會封城七天 當時我不以為言 因為在節目之前 睡覺之前 排定的一些節目 想定的標題 但是剛剛收到最新的資訊 就是香港的朋友 他是做了一個食品批發的 他本身跟香港的某大超市集團 一路都有生意來往 他給了我就說 其中一間的超市大集團 就說 就快要停止收貨 有甚麼是會令到超市停止收貨的呢 就是不營業 當超市也不營業 大家想想 香港是不是需要禁足呢 是不是需要停市呢 當香港需要超市也要停市 其他的 生活必須的店鋪 是不是也要關門呢 銀行 股票 跑馬 以及 街市 是不是全部 都不開呢 這個問題是十分之緊急 所以我們要特別錄一節 緊急的通知 希望大家可能也要去處定些糧了 因為如果真的要封城七天 全香港七百多萬人 你不要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可以為你提供到食物 我想 如果家裏不夠食物 在家裏七天也會沒有食物 這個真的是十分之嚴峻的問題 當大家都不讓外出的時候 會出現甚麼問題 政府可能要找一些人出來 派發物資 也要有人去煮的 物資不會無端端供應到來的 深圳運過來 供應750萬人的糧食 怎麼運呢 你只吃三餐 飯盒 空盒 吉盒 不要說裡面有飯 白飯也沒辦法準備750萬人的糧食 是不是 所以 這次真的是很緊急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昨天 累積 確診中數達到16萬宗 食物 衛生局的局長陳兆史 今早在商台的節目就表示 這個星期內會推出網上登記平台 以助 經過自行快速測試法而確診的市民 讓他們自己登記 他説 目前每一步都是跟 時間競賽 目前全民檢測細節仍然是計劃之中 是不是3月中進行呢 這些細節仍然有待敲定的 秘密 會不會跟禁足力一起實施呢 陳兆史回應 不排除有關的安排 他補充了 考慮到有行毒不便人士 有機會安排上門進行核酸檢測 近期他說 出現大量的患者逝世 陳兆史說 目前安排增加醫院裏面的衛生署公共鏈防位置 我們 根據他的新聞 完全是垃圾 根據我們的非正式統計 我們的非正式統計是如何統計的呢 就是網友向我們報料 我們當他跟他談 他就說 全家都中了 然後 我們最新幫我們做IT的朋友 幫我們做IT的同事 在香港 以及 我們的記者 都說全家確診 另外我們有 不同的 不同的渠道 訪問親戚 訪問朋友 他們也表示 大量人中了 然後 有藍絲 在他們群組爆料 有網友探子 偷到回來 給我們看 他們就說 現在的藍絲 中了 即使全家中了 也不報的 原因就是 他們說 報來有甚麼意思呢 排隊排幾個小時 不用吃飯嗎 照上班 反正在家裡吐兩天也好 跟老闆說 很多人中了 打回去 你一打回去就麻煩了 老闆 當然啦 人工 還要是靠人工 或是沒有了 那麼 他就說 你要是去醫院 醫院就不行 又說你沒有病就不要去醫院 那麼究竟怎麼辦呢 自己搞定吧 所以很多人確診之後 打回去就說 弄傷腳 傷風感冒 頭痛 不會跟他說發燒的 只是說其他無關同樣的事情 根本 說給你聽 你就幫不了他 甚至乎只有反效果 然後又要他隔離 又要他檢測 又說他成縱麻煩 他捉高彎 現在人多到沒辦法了 現在香港政府跑去起方衝醫院 你可以起到100萬間嗎 我想問一下 根據我們現在私底下的網友 親戚朋友 以及我們在香港的員工 私底下的非正式調查 最少保守 有三成人確診 甚至乎有四成 IT部同事跟我們說 他們的親戚朋友 總共有四成人確診 已經中了招 現在他要在家照顧他的老婆和女兒 子女 因為老婆和子女全部中了 他也不肯定自己有沒有中 只是他老婆和子女有一點症狀 所以他們要在家照顧他們 去照顧他們 大家想想 香港已經是去到這樣 那個病毒 每一條村都找到一兩百個確診 每一個行業 連大律師 連律師樓 跟著 銀行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 香港 港鐵 都有大量的人確診 根據比例真的有三成的話 香港已經有超過200萬人確診了 大家想想 200萬人確診是甚麼概念呢 確診也不會說出來的 因為他們覺得太麻煩了 說完出來 反正你政府也醫不了我 你又不會讓他入醫院 你又沒有藥醫 你又跟我說 在家裡自己休息就搞定 那麼我報來幹甚麼呢 報跟不報有甚麼分別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大量的人確診 其實他們 已經是跟病毒共存了 還因為你根本沒有辦法去檢測 沒有辦法追過源頭 因為全部都是源頭 你根本沒有這個人手 好了 我想 再說一個問題 香港可以這樣爆發 你猜大陸有多少確診呢 大陸 據說有千幾二千萬人口的深圳 他怎麼會不是幾百萬人確診呢 中了也在家裡躲起來 你被人知道你中了很嚴重 是不是 你的人權 你的自由 甚麼都沒有了 在竹高灣 被人隔離的那些 好了 變回陰性 都出不了你 沒有人理會他 像集中營一樣 像坐牢一樣 出不回來 所以根本人們中了也不報 很多的公司 他們的老闆也一樣 大家心照吧 中了你就自己在家休息吧 千萬不要亂報 你報了之後 整間公司 就要蓋旗的啦 就要收拾 就要蓋旗的啦 你報了出去 是不是整間公司要檢測 整間公司要停止運作 然後又要花錢消毒 不要搞那麼多事啦 大家都中了 就當沒事發生 所以 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 不是危言聳聽 百幾二百萬人都隱瞞自己中招 這個就不是跟病毒共衡 而大家也是病毒 已經是沒有任何的懸念 其實 最簡單真的是 無論多嚴重的病情也好 無論多少數字已經不再重要了 最重要是會不會死人 有沒有危險性 當這個病毒又不會死人 有沒有危險性 還要在家自己睡覺 吃吃吃就好 那跟感冒有甚麼分別呢 所以千萬不要叫人打針 打完也中了 我剛剛報告回來的那個朋友 他父母跟他 打了三針 全部都打了 全部都打了 打完也中了 真的是不是 有三四成人確診呢 這個數字我們也不敢說 只是他們推測 他們在說 因為他們的家人 親戚朋友 做一個統計 是有四成的人 確診 三成是保守 四成可能是 進取一點 中間落脈也有三成半 如果中間落脈 香港有三百萬人確診 四成是三百萬 三成是二百二十五萬 中間落脈多少 267萬5千 那怎麼辦呢 幾百萬人確診 別說多 幾十萬人確診 香港政府也搞不定了 你怎麼檢測呢 好了 全民檢測 很快就沒事了 你放心吧 當個個確診 在家裏睡著 那就沒事了 不過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真的要封城 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家裏有沒有足夠的食物呢 真的封城 如果連這些 大型超市集團也不開 大家去哪裡買糧食呢 每個人都在家裏 誰送糧食給他呢 那些糧食自己飛進來 fax進來 whatsapp過來 是不是 究竟怎樣可以糧食 那些食物 不要說多啦 不要說罐頭 福袋 你可以不可以派750萬個福袋 我問一下香港政府 有沒有750萬個福袋 袋也不夠那麼多 是不是 好了 只是準備 每人的白飯 每日 兩盒白飯 都要1500萬個 我想問一下 政府有沒有能力提供1500萬個飯 你是不是到頭來你自己要到家裏 還是搶啊 到時香港會混亂成怎樣 大家想想 不堪設想 所以呢 也是呼籲大家 入貨在家裏 如果不是 餓死也沒有人來 這個真的是很緊急 我以往也不會做這些呼籲的 不過這兩天 我們收到太多 很恐怖的資訊 本來我都不以為然 禁足也不知道是真的 封城也不知道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也不知道 但是 超市也說 已經不收貨了 是不是 然後 還有那麼多 網友中招 我們的同事 幾乎 每個都有份 做港馬的梁大炮也中了招 你想想哪個沒有份呢 每個都有的 希望 大家平平安安 大步濫過 其實只要沒有什麼突發的事情 在家裏休息兩三天就好了 不過最重要是有有糧食 家裏休息兩三天也要吃東西的 是不是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